欢迎收看本期佳良探店 我是佳良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款 指导价在20万上下的 中型混动SUV 长安UNIKEI制电IDD 而说起长安的设计 我认为一直都是领先于同行的 比如说率先采用的这种 无边界的前中网 内部矩阵菱形块 从大到小贯穿的这种效果 特别的炫酷 包括两侧这种三叉脊型的日行灯 造型也很别致 融入的也很自然 像这台制电IDD 混动版车型的logo 夜间起车的时候也会点亮 也显得特别的精致 UNIKEI制电IDD这款车的 造型非常简单 线条饱满 车长4865毫米 轴距也达到了2892毫米 尺寸不小了 鉴于丰富的线条 依旧很体现整齿的动感 侧面还有隐藏式的门把手 下游线这块的内线设计 也很考验板进工艺 我们再往下看它的轮胎 像这款配置车型 就搭载了26545 21英寸的 这套轮胎 尺寸真的挺大的了 而且从正面看的话 也让这台车显得非常的敦实 像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 马牌的MC6轮胎 主打性能 静音以及舒适性 单条售价是在1600元左右 我们继续往车尾角度来看 6倍的造型 短短的后旋 让它从车尾这个视角来看 越看越像一款运动轿跑 高位刹车灯的设计也很别致 下方是一个 流媒体后视镜的摄像头 再往下看 贯穿式的尾灯 包括中间发光的logo 两边粗壮的排气装饰 以及采用了碳纤维的纹路试板 简直运动buff 误装到了牙齿 当然真的排气被隐藏在了 这个试板下方 两边是双出的 所以冬天的话也不会太尴尬 来咱们看一下后备箱 电动尾门 其实说起这种中型尺寸的SUV 打开它的后备箱之后 它的地台高度 其实比我预期的要更低一些 宽度这一块实用性和重身 很明显的 还是挺大的 虽然说它是个6倍造型的车 实用高度的话只能到黑色 大家看到黑色这个边缘的位置 但是宽度重身 以及内部非常平坦的一个空间 放一些大件的行李的话 也是不成问题的 虽然说我们外观是 看它轮胎挺大的 实则在它后备箱 轮胎轮炫两边的侵入量 也不是太明显 然后底板下方 依旧是给了非常深的 这么一块置物空间 一掌多的一个深度的距离 而且特别深的位置 也有置物格 同时这里还有它的 外放电的接线板 以及补胎的一些工具 好 这就是常用 你可以指点IDD的后备箱的表现 下面咱们进入车内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 长安UNIKEY置电IDD的前排 整个中控的设计 还是非常有科幻感的 而且采用了这种 多层次的设计布局 很脱俗 很与众不同的 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是叫四屏联动 四个屏幕 最左侧这是一个 3.5英寸新车 基础信息的一个显示小表 中间是个 10.25英寸的主仪表 最右侧是一个 9.2英寸的负仪表盘 除了显示一些参数以外 它还可以去联动流媒体后视镜的 一个屏幕 可以直观地显在这里 相比较于我们传统车型 需要透过方向盘上层 来观看仪表的这种形式的话 它的仪表位置更高 更便于我们行车途中 直接路面和仪表的这种 平视程度 用起来更加的安全 简单说 这个仪表的位置 就类似于那种 HUD抬头显示的高度 但相比较于HUD抬头显示 来说的话 它更直观 而中间这块屏幕的尺寸 是12.3英寸 一个控设计 上手逻辑和响应速度都没有问题 除了基础的4G车联网 语音助手以外 还支持手势操作 还有儿童关怀模式 启动这个摄像头 关注后排的宝宝 下方这里 还有单独一块空调操作面板 逻辑很清晰 虽然说是触控的吧 然后再往下看这里 一个盖板下方 就是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还挺大呢 同时这里有它的混动 纯电和智能模式的选择 由于它的这个导台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说下方这里腾出了一块非常大的植物空间 下方也有USB充电 以及12V电源接口 再往后看 只有一个比较大的植物箱 开口和深度都是比较的大 同时门板这边也有比较丰富的植物空间 再说回我的座椅的感受 大家从这个椅型的造型就能看出来 这个沙发是特别的大 而且显厚 包括这里还有主驾驶的索尼音响 头枕音响 这个座椅其实坐上去来说的话 它不是一味的偏软 它的支撑性还很强的 包括腰靠这块可调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像主驾驶座椅是支持12项电动调节的 而且前排座椅除了通风加热以外 都支持多档的按摩功能 就是长安UNIKEY制电IDD前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长安UNIKEY制电IDD的第二排 前排座椅是按照我1米75升高调好的驾驶座姿 它的轴距参数是2890毫米 但是我来到后排之后 哇 这腿部空间 我觉得毫不用丈量了 包括头部空间 再加上它头顶这个填充面积一直到了后脑巢这个位置 它车内后排营造的这种空间特别的敞亮 再说一下后排座椅的感受 因为它空间很大 所以说座件大家看 少有车型能坐得这么长 包括靠背 而且还做了个非常夸张的内线的造型 这大沙发简直太舒服了 填充也很柔软 包括座椅的靠背角度也是可以支持 可以支持两档可调的 但它这个标准档就已经比较平躺了 这个第二个档位的话 更躺一些 然后头部的话 像两边也是给了这种三段式的头枕 对头部的包袱也是很强的 因为它中间地板很平 座椅很宽 所以说中间这个位置坐上去 也是少有车型 中间能坐得这么舒服 这么享受的 包括中间这里打开 是一个很宽的扶手托 两个挺深的背架 再看一下其他的配置 首先空调出风口 下方两个USB充电口 还有一个浅的置物空间 副驾驶座椅 这里还有一个老板条件按键 门板这边置物空间和前排一样 浅的置物空间 以及下方一个比较大的置物空间 同时像这一款配置车型 前后均采用了双层隔音玻璃 对整车的一个静密性 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好吃又是长安UNI-K 制电IDD的第二排空间配置表现 而说及一款混动车型 那就一定要说一下 它的动力构架 长安UNI-K制电IDD车型 搭载了一台蓝金NE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 以及一台110千瓦 330牛米的前置永磁同步电机 传统系统为6档三离合电池变速器 全系四款配置车型 均标配了一块28.39度的 磷酸铁力电池包 纯电续航135公里 这个纯电续航 在同价位级的混动车中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标配了快慢充 而且全系也支持 3.3千瓦的对外放电 户外用电的玩法 也更加的丰富 最后结合售价来看配置的话 全系四款配置车型 指导价在 18.79万到21.59万之间 哪怕选择入门级的 智享版车型 像基础的自身巡航 540度全景影响 全景天窗 四屏护联车机 自动大灯 自动分区空调 自动雨刷 行车记录仪 手机无线充电 索尼7喇叭音响等配置 都均有配备 而像指导价 20.79万的智领型 则是增加了21英寸的轮胎 以及支持车道保持功能的 R2级辅助驾驶 电动感应式后备箱 主驾驶座椅 12项电动调节 具备按摩功能 新皮座椅材质 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 车机系统支持AR实景导航 以及手速操作 面部识别 流媒体后视镜 还有14喇叭 索尼音响 前后排均式双程玻璃 响述配置全面拉满 同时我们也做了上述的表格 具体配置 供大家分析 好 这就是本期 家良探店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您的购车有所帮助 我是家良 关注我选车教你 精打细算